没问题 哥儿 起床啦 丁光儿起床了 起床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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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吗呀 大哥 我得跟你说件大事 昨天晚上 我可是一夜都没有回来 你这一夜没回来啊 对啊 你给我站好 吓人你 看什么去了 老师下来 干了一件大事 你一夜没回来当然是大事 你说 一 二 不不不不不 我 我憋了好多天想跟你说 但突然一下让我说 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 是这样的 最近我在管理员家 帮吴南打掩护 吴南写了一篇 肯定会引起轰动的文章 这个文章是我帮他抄的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这就是事情全部过程 我都跟您交代清楚了 爸 您怎么了 你 你在我的眼皮底下写了三万个字 你跟你这个郭爷爷可真行啊 你们 不只我俩 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 还有谁 刘晓年和卢花阿姨 他们负责给我送饭 对了 你知道 最后一大段稿子 都是刘晓年帮着抄稿 你 帮吴南抄稿 吴南他真的很有才华 他那稿子写的 我感动的我都掉眼泪 还有我的地方写的 把我气的 我把稿子都摔了 刘晓年啊刘晓年 你可以啊你挺沉得住气啊你 你别生我的气啊 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瞒着你 那你就是不相信我了 你不知道 我最近这段时间 我最近的每一天 我有一百次想说出来的冲动 因为我知道 你看到了以后 会和我一样的兴奋和激动 但是我答应了管理员或 吴南这件事不告诉别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知道我告诉你 你也不会跟别人说 你做的是对的 别告诉我 也不要相信人 别生我的气啊 嗯 香 好吃的 这个是卢花阿姨做的特色饭 你最喜欢吃的煎饼 我专门给你带回来的 我还不饿 谢谢 你最近复习忙不忙 我 老样子 看书 睡觉 上班 吃饭 美女过得丰富 好 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看电影 还带你吃麦当劳好不好 我今天要上班 那我就等你下班呗 小班 再说吧 晚安